人家都不理你 说那么多有意思吗 一个人自言自语 有意思吗 行 我代理你就行了 童谣 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 喂 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打电话了吗 老K 小姐姐 别担心啊 估计是老K家里人来电话了 他只要一接到家里人电话 他就这样 不是冲你 怎么不打了 我明天回去 看好你和你的猫 挂了 谁啊 怎么了 诚哥 诚哥 他说什么 他说他明天就回来 怎么了 快看竞圈养殖场 ZGDX双输出暧昧互动 CK阳神到天边笼落 堪称电竞版星白娘子传奇 这女的才来几天就跟诚哥勾搭上了 要不要练 回地 慢 不是吧 不是吧 诚哥这是要下凡了 杨神又是咋回事 勾起三脚链啊 我看有消息 杨神的初恋就是他 杨神是青蛇嘛 楼中你借过洛夫城这样的起先 真看不出来 杨神居然是这种人 杨神好慌啊 看不出来的时候是说出这个话的人 什么来啊我带你赢 不放了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职业战队没有女队人的原因 太容易发生办公室恋情 不是我反对啊 在一起的时候还好 万一吵架分手 你以后怎么一起打比赛 这都是啥呀 是说瑶瑶吗 他不是打游戏去了吗 怎么还谈上恋爱了 这不是谁啊 说话这么难听啊 这不是谁啊 不行 喂 喂妈 瑶瑶 嗯 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 怎么白蛇传都出来了 你是去打游戏的 还是去谈恋爱的 妈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还要我怎么说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我才来这里几天啊 怎么可能就谈恋爱 而且我们每天训练十二个小时 我也得有点谈恋爱的空间啊 那那个 那个静圈养殖场上 说的都是啥呀 你还看什么静圈养殖场啊 那上面的人怎么说我怎么知道 我也很想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理解 我问你 杨神是不是就是简阳 去年刚跟你分手 以前住咱家隔壁那个 是是是 杨神就是简阳 对 就是住咱们家隔壁那个 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也没耽误我上大学啊 你翻什么旧账啊 就是昨天比赛的时候 偶然遇见的 一直没见面 那诚哥是谁 他勾搭你了 诚哥是我们队长啊 他最无辜了 不要瞎说啊 什么勾搭 我有那本事 不是 我跟你说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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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